人物日前发生的枪击案 祖贤今天落网 眼看男子逃跑 远景二话不说 跳上一旁命中机车 要他赶快追 追了一段路果不其然 距离车祸地点不远处斜坡 发现踪迹 抱着头蹲坐在地 因为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呼吸困难跑不动 这名男子就是日前 人物枪击案在逃主贤 当场逮捕了理性嫌犯 另外一个弧险 是我们锁定的对象 15日中午远景巡逻 在宫廟附近发现 一辆可疑轿车 上前盘查 没想到驾驶加速逃逸 逃了250公尺左右 自装路旁发乐园 车上四人鸟兽散 警方在车旁逮到一人 接着又在距离车祸地点 200公尺左右逮到这名主贤 他还因为体重过重 短时间奔跑 送医治疗 这名主贤和朋友 日前一起犯下枪击案 当时为了帮一名女子出气 带头对着权力车厂开枪 导致四人重担送医 警方将请关键女性友人 导案说明持续厘清案情 是否涉及其他内幕 记者柯成浩高雄采访报道